离婚的律师指出来 离婚一定会有三个所谓的I 英文字的I 翻译的那就是第一个 那就是夫妻不和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本来就是不是一样的 可是在婚言里面 我们是因着这个恋爱 我们能够彼此能够接纳 甚至容忍 可是一旦一方或两个人 失去那个容忍的能力 不愿意再妥协 矛盾就增加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水火不容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夫妻觉得他们不和 或许是因为年纪的不同 教育程度不同 经济背景 家庭组合不一样 文化等等等等 可是这一些是当初 结婚的时候 是觉得非常的有吸引力 不同或者是可爱 可是一旦失去了那种接纳 跟容忍 就无法再持续下去 第二个所谓的在离婚中 常有的那就是不可挽回的破裂 也叫做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这是所谓的离婚的法律里面的另一个 那就是夫妻在结婚之后 因着不同的意见 闹到一个地步 就不可能在所谓的和平相处 这些可能是财务 可能是教养 宗教 还有倾家 还有彼此的沟通 造成这一些所谓的不可挽回的破裂 是因为两方就失去了那种讨论协调 或者是做着这个退步 两方的坚持 意见越来越深 或者是这一个差距越来越扩大 导致婚烟的破裂 当然第三个I 在离婚里面常有的 也就是受伤 或者是这个不忠诚 不忠实 Infidelity 或者是Injury 第三者的介入 或者是虐待丢弃等等 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的婚姻是否是健康 是的 医学里面有一句 那就是预防剩余治疗 身为医生的 我也非常的清楚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这种 常常的自我检查 就好像这个预防卤癌的 是需要常常的去检查 是否我们有问题 以致必须我们要来及时改进 免得我们也进入这一个 婚姻破裂的悲剧 那我们怎么呢 信耶稣的人 也是有同样的危机的存在 并不是因为我们夫妻相信耶稣 就一切就没有问题 不是的 我们看到数据里面 在婚姻教会里 教会之外 几乎是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真言书第四章 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那里用这个所谓的古老的 可是到现在也是一样的 是宝贵和重要的提醒 真言他这样说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的 这一句我们相当的熟悉 是我们的心如果是会觉得 可以离婚 或者是我们常常就挂的 解决不了就离 这样子就是一个错误 同时我们的心不在焉 心不是在我们的配偶 没有一个愿意来继续支持 对方来坚持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心就开始往外走 同时你知道 竟然有一半的美国的基督徒 他们能够接受一夜情 对这种婚姻 所谓有第三者 甚至到了这一种可以容纳的地步 这是非常的危险 当然我自己也得要小心 可是你知道除了心以外 真言他的第二节里面讲说 你要除掉那邪癖的口 弃绝乖妙的嘴 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嘴巴 所讲出来的话 是非常的重要 邪癖跟乖妙意思就是 那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做的 或者是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想的 是不一致的 是的我们看见婚姻里面 有问题的 常常是那种满着火药味 这种彼此攻击 要拆毁 要破坏 不是只是想要伤到对方 而是我们的这些孩子 也受到破坏 小心我们所说出来的 每一句伤害的话 都是不能收回来 是的我们得要饶恕 可是这一些话语 这些攻击的批评的 苛刻的摧毁的 都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恶励 同时真言他也说 下一节他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为什么提到眼睛呢 圣经里面的确多次的讲到 我们当我们定睛在钱财 甚至定睛在观赏这一些引诱我们的 都造成我们的所谓的眼目的情欲 有钱或者是别人 我们不能以为眼睛 只要不犯那个错就好了 其实是错误的 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话 那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同时真言他继续说第四章 他说要修凭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这里当然不是只是在讲 我们的两条腿 而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决定 人生的决定 也是在讲 我们不可也不应当随便的做 这个说离就离的这一种决定 可是每一个婚宴中家庭中的决定 都会影响到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就好像包括我们选择 哪一个职业 哪一个份工作 他是否能够 这一个我们家庭跟经济的平衡 我们哪一份工作 是会使我们跟孩子配偶更疏远 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决定 所以要修平我们脚下的道路 小心我们每一个决定 都是要向神来求智慧 是的 我们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尤其在真言里面 你要这一个喜悦你幼年所取的妻 愿他的胸怀使你实时知足 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一个婚宴中 我们就很白的说 一旦我们失去了那个归房之乐 那个性关系彼此的满足 如果我们的婚宴就有了后门 也变成危险 一旦我们结了婚 就只有你能满足你的配偶 性满足是你 只有你能给对方的 如此如何怎么样去持守我们 婚宴中信的这一个享受跟甜美 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 愿神祝福你我的婚宴 我们的家 亲爱的朋友 婚宴跟孩子有没有这个影响呢 我的意思是 如果夫妻不和 甚至离婚 孩子是不是也在信仰上会受到影响 圣经里面在马拉基书第二章 十四到十六节 他那里说了一句 说了这个很特别的事 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 能够造多人 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 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 谁也不可以用鬼诈带那幼年索取的妻 修妻的事或以强暴带妻子的人 这都是我所恨恨的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鬼诈 这是万君子耶和华说的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神在旧约子结束的时候就提到一个人的信仰跟他的夫妻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 同时一个人的他的婚姻家庭关系跟他的孩子是否能够虔诚爱主 也是好像钱币的两面 离婚对我 对基督徒最大的影响是他们孩子的信仰就受到迫害 父母当然他们教导孩子跟孩子一起祷告读经 带他孩子到教会 他的能力角色这一个必定因着离婚就减弱 同时孩子对神也会有这种所谓的扭曲的上帝观 对神他是是否公义是否是爱的都开始会有问号 家庭教会的破坏意思就是家中本来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小型的教会 所以有这一个教导一起敬拜祷告的这一个功能就失去了 同时孩子他也信仰破裂 为什么呢 他觉得他祷告上帝 求上帝帮助他 把爸爸妈妈帮助他们能够再次和好 可是神没有这个回应他的祈求就不相信神 也同样的也有这一个我心中有那种罪疚感 因为爸爸妈妈离婚是我造成的我带来的错误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不是只是担心孩子的信仰 或者是子女他的身心灵 所以才不离婚 最重要的是 夫妻要如何培养那个亲密健康的关系 我们彼此彼此学习 然后来克服 来我们不同 来这一个更好的沟通 同时我们的夫妻的性关系 那个归房之乐 要如何来保持 因为如果我们不做到这一些 我们的孩子 他们的信仰 都会负面的影响 那我就停在这里 也欢迎我们的这个 老师们给我们一些这个 feedback 谢谢 很感恩 谢谢李牧师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教导 跟给我们一些的警惕 我常常都是说 我们做父母亲的 给孩子最重要 跟最好的两个礼物 就是第一 我们跟神的关系 第二 我们夫妻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基础 所以回到看 李牧师给我们三个I 很清楚的 世人认为这三个I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理由 可以离开 那就像李牧师说的 如果我们的心态本身 神要让人成为一体 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婚姻 一个夫妻的时候 是没有人可以猜尾的 没有人可以让他们分开的 如果我们的婚姻是一生的尾身 就像我们听了很多 在婚礼上所听到 牧师们的教导 要怎么样去以身相许 完全是一生的 就没有余地说 我跟你不一样 那就像李牧师说的 开始的时候 觉得很心想彼此的不一样 我就想到有这个对比 本来是非常的 appreciate跟accept 很心想很接受彼此的不一样 后来变成是一个 riticule跟reject 就是不一样的法 去取笑对方跟拒绝对方 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人这个不一样跟个性 也没有说很大的改变 改变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我是真的觉得 如果我的婚姻可以再重来一次 我一定要开始从婚姻 那个没有结婚前的婚姻辅导开始 因为很重要的就是预防 就是因为很多夫妻走入婚姻的时候 就觉得那一开那个冲动 就让这个新夫妻觉得 别人家发生的悲剧 我们家永远不可能发生 所以很多夫妻就是带着这种 对婚姻很美好的这个期待 进到这个婚姻当中 所以我很认同就说好的婚姻 要从一个最开始就要有一个预防的心态 就是预备啊 不要等到破碎的时候 然后再来面对 就是我们基督徒更是都知道 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是自私的人 我们的人性天然就带有这些东西 就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认为只要大家愿意进入婚姻互相尾声 我们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就是说对人性的这个人的心 其实今天的经文从人的心 从心一直到口 然后到行动 我是觉得这段经文 真的是我们一个人 从一个对一件事情的观念 从我们对这一件事情的理解 然后开始变成语言 然后变成这个肢体向外走出去 所以这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我是很提醒 就是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是把注意力从孩子身上 因为要挪到这个夫妻关系的身上 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华人的家长 都很在意孩子 可是那如果你真的爱孩子 那爱孩子最好的方式 就是爱你的配偶 给孩子一个安定的家 那并不代表说 如果你很有这样的心智 你的婚姻就不出问题 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最重要的 如果婚姻出现挑战怎么办 那没有任何一对夫妻的婚姻 在这个一起生活的过程当中没有问题 那如何面对问题 其实今天的这个经文 从心一直到我们的口 到我们的行动 我是觉得我们华人有我们的文化 我们有时候就是爱你在心也口难开 恨你在心也不愿意直接讲 就是这个心口不一 我是有时候觉得是特别特别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很挑战我们的 我们可能不太喜欢直接的表达自己的需要 也不会太直接告诉对方 我需要你做些什么 都是想你还不知道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 所以在婚姻当中 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心怀意念 那怎么样可以转化成为一个积极沟通的语言 我想这是婚姻相处可以做到的第一步 就是让对方清楚的知道你的期待和想法 不要等到你心都凉了 人都要走出去的时候再回来面对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夫妻的 就是夫妻关系 我们如果要帮助 最难的不是那些还在吵架的夫妻 是那些冷漠的夫妻 所以我也是在这提醒 就说不要等到你心都凉了 冷漠的时候再回来面对这个冲突 从你心里有了这个对对方的不满的时候呢 你就要用这个口 把你心里的想法跟对方表达清楚 免得都落实到行为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难 所以呢 我是提醒 我是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怎么样 从心里的意念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神面前求神来 竭尽我们的心怀意念 把我们的想法跟对方直接的表达 用很可以建设性的方式 告诉对方我的需要是什么 然后呢也让对方表达他们的需要 那这样的话呢 在行为上就不至于偏得更远 那大家可能就着这个沟通 可以修复一些行为上的 可以帮助这个婚姻继续的向前走 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